SafeX 香港動漫720 Hello 大家好,我是童馬動畫教育的馬sir 又到新學年開始了 幫大家解釋一下 如果要購買Adobe的軟件 到底要怎樣做 首先我在Google 裡面 搜尋Adobe的軟件 我就搜尋Adobe Hong Kong 我看到有一個網站 就是Adobe Hong Kong 我就可以按進去看看 Adobe collection 基本上就必須要用 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進去下載 看看裡面有什麼產品 其實你會看到 我在下載裡面 其實有很多軟件 就是很多軟件 其實如果我們買一個 Adobe Education License 的時候 其實所有軟件都包括在裡面 所以那個價錢 其實都是划算的 你看到很多時候 如果你獨立買的時候 其實會貴的 一個Package 整個CC collection買的時候 會相對便宜一些 有很多Sofic 我們必須要用的 必須要認識的 第一就是Photoshop 我們做Photo Retouch的時候 基本上必須要用Photoshop 去執照 畫東西 這些都需要 一些bitmap的圖 如果我們做設計 要做Graphic 要玩一些Vector的線 就一定要用 Illustrator 這也是必須要的 如果你做排版 InDesign 都需要 是不是 然後你做剪片 或者我們做合成 做Composit 基本上 After Effects 我們是必須要用的 After Effects 做Rendering的時候 裡面其實還有其他東西 比如有些 叫做 Adobe Encoder 裡面都是一些解碼 或者轉換方式的軟件 裡面都必須要有的 都包括了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除了做圖像之外 打Document 都是會用 經常用 其實裡面 連同Archopac Pro 其實我們做Document的時候 是很需要的 如果我們在Word Excel 打完Document之後 其實可能我們傳給別人的時候 有機會會走位 不同方式 可能會有些問題 或者我們做印刷的時候 都會出現一些問題 我們就把Document 轉為PDF 很經常做的動作 轉為PDF的時候 要修改 就會出現問題 我們用Archopac Pro 可以修改PDF裡面的 一些Document 和圖像 其實我們都越來越需要 用這些軟件 你看到整個Adobe 的Collection 基本上都包括了所有東西 所以 都是划算的 好 我們要買的時候 首先 上去 上面看看 我看到裡面 有一個叫做 Get it all with Creative Cloud or Apps 其實我們可以 Buy now 看看裡面有什麼 Plan 有Individual 個人買的時候 其實都不便宜 我們剛才也說過 有很多軟件 我們都需要 如果散手 買的時候 其實會更貴 Business Plan 就是公司買的 其實都是貴的 Student and Teacher 就是有一個 學生 Plan 這個Education License 其實你可以看到 其實是便宜了很多 每個月大約是148元 月費給 就更多 就像電話Plan 每個月都要用 每個月都要付錢 如果除開每個月 其實都是可以支援的 Payment 其實有兩個Payment 即是一次過付一年的費用 那我就通常一次過付一年的費用 當然你自己決定 按完之後 你可以按Buy now 進入你的個人資料 你開回自己的帳戶 用Credit Card去付錢 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下載了 那麼 如果學生沒有Credit Card的時候 就可能要父母幫忙了 那麼 那個流程大約是這樣 那麼 下載又會出現一些問題 因為我的手機本身有 那我下載的過程 我就做不到給大家看了 那麼 說一說下載有什麼問題 當你下載的時候 其實 他不能讓你選擇語言 那麼 很多時候學生下載完之後 就發覺 咦?為什麼全部都是中文版的? 但是業界是用英文版的 所以 我們就要修改回去 那我就找了一部手機 那這一部手機 就是安裝了一個 Adobe Photoshop的版本 開這個軟件 我就發覺 咦?為什麼全部都是中文版的? 因為安裝的時候 好像沒得讓我們選擇 那麼有些學生問 喂 是不是要安裝了 再安裝了 或者有什麼方法可以改 那麼 在Preferences 上面又找不到 可以改 那是啊 也比較麻煩一點 那麼 看看 如果開機的時候 我看到如果全部都是中文的Menu 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 我跟業界溝通不了 因為業界每一個Designer 他們差不多 大部分 九成九 都是用英文版本 譬如有些 Shortcut 大家溝通的時候 都是講英文 如果你沒有一個英文的 Term的時候 其實大家溝通不了 那我就看回 我開一個檔案總管 一個Window Explorer 在裡面 我就找回一個D Drive 找回一個D Drive sorry 找回一個C Drive 在C Drive的Program File裡面 有一個Adobe的Folder 裡面有Adobe Photoshop 2020 再看看裡面 有一個Local 有一個ZHTW 那這個應該是Language Pad 應該是台灣 變成台灣繁體中文字 裡面的Supporting File裡面 有一個TW10428Photoshop 的...DAT的File 這個應該是一個Language Pad 如果我把它Rename 其實Photoshop打開的時候 就找不到這個Language Pad 那它應該就認不回那個 中文的了 好 那我改它的時候 我的機器要我打回Password 那我就先打回 好 改了 改完之後 其實我再開Photoshop的時候 它就找不到這個 中文字體的Language Pad 它會自己變成英文版 這個方法就是比較快的方法 我就 Rename一個File 就可以將Photoshop 由中文變成英文 好 讓我打開它再看看 先看看 好 要等一等 通常新機開第一次會比較慢一點 好 開完之後 你看到上面Menu的時候 就變成英文版 很多時候我們溝通的時候 譬如我說 我們把圖 調整一下Level Curve 改一改 做一做Color Correction 我們習慣了溝通的時候 都是用英文溝通的 但是中文版 其實我也不知道 Level中文是什麼 怎麼譯法 我都不太清楚 變成大家溝通可能會出現問題 我們用英文版本的時候 就會方便很多 好 今集說到這裡 下一集繼續 快點Click下面條link 報名出席我們的免費收身講座 商業漫畫、策畫及動畫文憑課程 已經獲得政府之力架構認證 請支持香港創意工業 記得subscribe我們 like我們 留言和share我們呀